看,这后面的就是我的烧烤摊 袁师傅烧烤摊,开招了 皮尼光,妈妈生一个火堆 给你烤红薯,烤肠给你俩吃好不好 好不好 行不行,想不想吃烤红薯 想吃的,想不想吃烤肠 想吃,想吃跳舞 开起来 在这里烤,要不要 等着啊,妈妈妈就来给你烤 我准备在这烤一个红薯吃 你看这放了一二三四四个红薯 结果红薯还没开始烤呢 火被皮尼光给我浇灭了 她说她是消防员,她要灭火 我还给你扔到里面烤一烤 把你烤乳 你再烫把你烤乳 你那一丢丢火,妈妈都被你浇灭了 你赶紧走 赶紧走,别来了啊 你看这个家伙 你看这个家伙 你要是敢过,我把你扔进去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你看就那么一点点火了,她还给我浇灭 杀猪了啊 不要不要不要 你看看灭不灭火了 灭不灭了 这个火是安全的火 听到没有 这个不是危险的火 这是安全的火 妈妈用来烤红薯的安全的火 好不好 行不行 不要在这捣乱了 让开 让开吧 等红薯烤熟了 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一样 如与伦比的美味 让开吧 你先烤熟了 想不想吃烤肠 让开吧 宝宝 等你长大了就当消防员叔叔吧 好不好 然后就可以 消防员叔叔不要你这么脱皮的孩子 熊孩子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刚刚我们放火 他在那地震延迟的教训我们 然后现在发现 没有能力改变我们的思想了之后 自己就开始在这放火了 放纵了 而且越烧越开心 彻底的摆烂了 你要把草都烧掉 你的草都烧掉 你蹬下来 你要烧它的根部 烧它的根部 不要烧它的顶部 蹬下来 再等你 把树枝往下放 往下放那是顶 那是顶啊 下面才是根 今天听说小孩子玩火容易尿床 今天晚上我打算不带瓶子过水的 让瓶子过去跟他奶奶水 哈哈 哈哈 那都糊了 壳都黑不溜秋的了 你再哭我了 我没让你哭 没事 慢慢来吧 生孩子玩火 根本就不用人教的 宝宝 你要把家里的房子烧掉了怎么办 烧掉了就烧掉了 烧掉就烧掉呗 是吧 烧掉就烧掉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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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房子住了呀 我回城市呗 回城市呗 回城市呢 爷爷奶奶住哪里呢 住我的房子呗 住你的房子 那姑姑姑姑跟范范住哪里呢 住孩子 他们住自己的呗 住自己的小鸡小鸭住哪里啊 小鸡小鸭 这里 这里 这里不是被你烧掉了吗 我等他换个新鸡 哦 这么厉害吗 玩吧 反正能玩火的机会也不多 晚上不要尿床啊 听到没 嗯 你要不要好尿尿先好个尿尿去吧 好尿再玩火好不好 不要不要不要 别对你 还有你吗 哈哈哈 回到老家可把你忙坏了 眼烧的红磕磕的 可辛苦 可辛苦了 比你国喜欢玩火都是学的你 有母就有子 快火吗 你刚才不是还要灭火吗 我现在又不想灭了 现在又不想灭了 我又变成乖乖的了 哦 现在变成乖乖的了 嗯 乖 你明明就是想玩火 还给自己找这么多理由 理由 嗯 嗯 我等你的红薯等的 天都黑了 嗯 听过妈妈的红薯在里面 不知道烤成什么样了 从下午三点多钟 你开始烤红薯 给我个敬礼 给你个敬礼 来 看看我的红薯烤的怎么样 嗯 怎么办 哈哈哈 好当 我烤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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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烤骨刀鸭 看 咕咕回来了 哇 他们回来真是时候 回来就吃红薯了 给大家来个嚣张的嘴脸 看 那我烤的红薯 嗯 好腻黑啊 居然会烤红薯了呢 都三十多岁了 香甜软肉 这个家没我不行 我跟你讲 没我 你们连红薯都吃不上 烤红薯都吃不上 三十多岁了 正会烤红薯了 真了不起